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2月27日 圣日门无需几人忧天 周日凌晨 法甲赛场继续有精彩对决展开 其中巴黎圣日门将坐镇主场迎战胜一天 双方手循环交锋圣日门逆转对手 加上他们上轮联赛意外失守 圣日门金铺必定全力以赴抢进三分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圣日门在法甲统治力依旧强悍 尽管利安奴、美斯加盟后联赛数据远不及预期 但无可否认圣日门依靠基利安 麦巴比等超强攻击手的发挥 依然可以碾压法甲其他对手 虽然球队联赛至今遭遇过两次败局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圣日门究竟拿出几成实力踢法甲 对待联赛与对待欧关林比赛的态度 让圣日门看起来判若两队 他们此前在欧关联16强手回合 就以场面压制的方式 凌封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黄马 回到联赛后圣日门暴冷被南特击败 但这种失力无伤大雅 不过为了平复舆论压力 圣日门此番面对若吕胜一天 必定会守住主场荣耀 更何况圣日门近期迎来了尼玛 达施华的回归 封献三巨头合体势必为圣日门证明 阵容方面 后卫沙志奥 拉莫斯和中场里安度 伯列迪斯处于伤兵名单中 另外中场马高 华拉迪因累计黄牌被停赛 圣一天过去几个赛季法甲成绩起伏相当明显 本赛季他们再次面临饱足压力 由乌开季后前12轮都未取得过一场胜利 圣一天早早就陷入了降班泥潭中 尤其是去年11月底至今年1月下旬遭遇的法甲七连败 更是让圣一天翻身难度倍增 不过最近四轮圣一天斩获三圣一合的不败战绩 甚至有种回光返照的错觉 虽然圣一天如今重新点燃宝祖希望 但此刻实在很难避免被圣日门泼冷水 尤其是他们薄弱的防线 将面对圣日门三叉戟的冲击 很难想象圣一天能够幸免于难 圣一天进攻端如今只有华比 卡斯里这个攻击点最为稳定 这位突尼西亚球员本赛季已经贡献了9个法甲入球 他还是有望为圣日门后防制造一定麻烦 阵容方面前锋机为利音商倦琴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